同学们晚上好 欢迎同学们来到我们第1153期人文讲座 今天晚上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 香港金会大学传理学院院长朱立教授 朱立教授是我们海内外 著名的华人传播学者 下面我们热烈欢迎朱立教授 大家晚安 听得见吧 人家没了 这下来了 刚刚他也没有 各位晚安 我非常高兴能够到华中科技大学来访问 也谢谢华中科技大学的热烈的招待 刚刚吃饭的时候我都开玩笑 我说我尖尖的脸来了 圆圆的脸回去了 因为我自己都是湖泊人 但是我要令你们死亡一点 因为我不会用湖泊华言讲 除非你们让我只讲三分钟 因为我的湖泊华都是聊天的话 跟我父母亲聊天的话 跟他咬钱 跟他咬吃饭的时候的话 因为这个华比较重要 然后用普通华言讲上国就很自然了 普通华 上国言讲呢 一瓶水就够了 然后我用英文言讲要两瓶 在香港我用光东华要三瓶 其实还有一点修正 我不是院长 我曾经是院长 我现在是下了台的猪 是下台猪 那么我做了八年的院长 不过已经四年没做院长了 那么为什么没做院长呢 因为我要享受教书的乐趣 做了院长 学生不认识我 我也不认识学生 假如学生开学典礼不来 毕业典礼不来 他永远不知道我长得什么样 不过也许这样更好 他会留下美好的幻想 那么我们言归正传 在没有讲到正题之前呢 我要请几位同学帮我的忙 有没有人画画画得很好的 有没有人画的普通的 其实没关系 我们只要有三位同学来帮我一个忙 好不好 做一个很简单的画画 好不好就请前面的同学好不好 就免得后面的同学跋涉长途 好 我知道湖北有名的菜叫酱鸭对不对 好 我请三位同学帮我画一个画 小圆你也不要逃掉 你来画一个 他很能干 我知道 华中科技大学都很能干 你越来访问 你越早来越有的选择 只有两分钟时间 我知道你们要考试了 这个比你们考试还难 我们进行的城市场 你就会让我们来参加 我来选择 我们来了 我们来选择 看我们最好 你们是想起的时候 我们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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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放得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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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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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大家畫了以後呢 你們也可以叫我畫一個 你們要畫是嗎 我記得要畫是嗎 畫什麼 畫了嗎 畫熊貓 畫了我就不畫了 大熊貓 好 先空在這裡 請大家記住一下 這個小鹽畫的醬鴨 還有那位男同學畫的鯨魚 另外這位女同學畫的變形蟲 我問這位女同學說 你是不是讀細菌學的 他說不是 不是讀生物的 好 那請大家記住一下 那現在要言歸正傳了 真是要言歸正傳 我們要把這個放大 把這個螢幕 好在這兒 我剛剛請大家畫這個東西等一下就有意義了 請大家幻想一下記住 我本來想用一個投影戲可以看到的 好 那麼這個中國人惹誰了 形象 國際形象跟傳媒 那我為什麼會想想這個題目呢 其實是有一些原因的 有些原因 出來 稍等一下 好 稍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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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大家 請大家把慢當作一種情調 好 因為我們剛剛吃飯就在說以前的人比較有情調 現在人太快了一點 所以我們偶爾慢一下 好 出來了 好 好 那我們講中國人惹誰了 形象 國際形象與傳媒 那麼請注意大家留意一下這個後面這個問號 等一下我要問大家的 雖然我知道期中考 期末考不會考這個題目 好 為什麼想講這個題目 其實我看到有不少的書 我不知道你們只知道這本書 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還有中國有多壞 還有這個西方媒體與傳媒轟炸 西方與轟炸 中國人多壞是1996年年底出的 其實1996年前後呢 出了相當多類似的書 那妖魔化中國的背後基本是講美國或者說西方 其實我們很廣 我們籠統地說西方西方怎麼樣 但往往我們心中的西方其實就是美國 我們換上東西 西方怎麼樣西方怎麼樣 其實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不是絕對 指的是美國 這個妖魔化中國的背後 最重要是講美國的傳媒 尤其是主流傳媒 不管是書 是新聞 還是電影 對中國人的報導都是很負面的 太妖魔化 不光是寫壞事 而且把我們當作妖怪 中國有多壞 你可以想像 都是差不多類似的一些書 其實在同時出現過 類似的書很多的 你要原諒我的這個科技 我不是讀科技大學的 所以我科技的本領很差 但你大概有一點感受 這裡面我們講 中國還是 中國能說不 這代表是9596那個時候出來 中國能說不 中國還是能說不 總共有什麼 就叫做說不系列 其實當時日本人也出過類似的書 叫做Japan Can Say No 日本能說不 其實這個不是我們的創造了 日本人說不 當然說不是針對於誰 針對於美國 因為美國有時候直走壞腳 日本人不高興 中國人也不高興 所以中國能說不 中國還是能說不 一大堆的說不的書 那麼這些書都引起了一些相當的注意的 其實還沒有完 我不知道你們看過這本書沒有 我剛剛講那個 你說哎呀那個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嗎 現在沒了 我在2002年買了一本書 挺厚的 我在北京剛好他出來 我的書店掛就買了一本 叫中國人覺得誰了 其實主題大同小異 就還沒變 十多年以後我們還覺得 中國人惹誰了 其實不光是整體 中國人有這種看法 有這種想法 那我就在想 到底中國人有沒有惹誰 那麼這裡有沒有河南人啊 你們看過這本書吧 說河南人惹誰了 其實我看到這本書呢 我就非常想寫一本書 叫做湖北人惹誰了 那湖北人惹誰了 其實這個也是很好令我們去反思的 大家都聽過 有一句俗語叫做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老 因為我是湖北老 講一點湖北人壞話我想也沒關係吧 湖北人這個就算不喜歡我還可以原諒我 那麼天上九頭鳥地下湖北老 這是說湖北人厲害 說湖北人很厲害 說你們湖北人真厲害 那麼還有一說 我還有一次看文章 說你們湖北人愛吵架 這我真的是看 他說我到武漢去 滿街都是吵架的人 他真的這麼寫的 我印象深刻 我把這個文章還留下 滿街都是吵架的人 所以照這樣推論 我真的應該寫一本書 叫做湖北人惹誰了 但我吃飯的時候 有郭梅老師告訴我 說北京有一個餐館叫九頭鳥 我說聲音好得不得了 所以你也看出來 壞事也可以變好事 那其實啊 地下湖北老天上九頭鳥 這個就跟形象吧 這也是形象 也是一種 其實也是以俄傳俄 這個俄不是湖北那個俄 就是錯誤的 以俄傳俄 我的普通話不一定很標準 因為有時候還有湖北腔出來了 緊要彎頭都錯的 請你們要留意 那以俄傳俄就傳錯的 其實天上九頭鳥 地下湖北老 很多人以為是講湖北人壞話的 其實是講湖北人好話的 這不是我自己熱愛湖北 把壞的變成好的 他是有憑有據的 在我們姓朱的皇帝 明朝的時候有一位很有名的宰相 叫做張居正 張居正最有名的 我的中學歷史 大家記得張居正行一條鞭法 行一條鞭 他為官青年公正 他敢講話 敢去罵其他的貪官污吏 他能幹 所以老百姓讚揚他 說天上九頭鳥 地下湖北老 這是讚揚湖北人的 所以請在座的湖北老鄉們 從此引以為榮 不是湖北老鄉 也注意這句話是 現在是正式給湖北老鄉拼賣 那天上 這個是形象 這些形象有關 那我們到底一個反省就是說 湖北人有沒有惹誰 河南人有沒有惹誰 因為你們很多人都看過 河南人惹誰了 河南人惹誰 我知道這裡面書 就要說河南人會造假 如果記憶沒錯誤 這本書還提到 說有個小國家 跟這個大國家 借了兩個飛彈 這個大國突然要來參觀 等一下發現有個飛彈不見了 說怎麼買 下禮拜就要來 那你說你不用擔心 我們打個電話 找河南人 複製一個 河南人很厲害 馬上造一個假飛彈來了 這個大國來看 說你們保養的真好 不過我要帶一個回去 就把那個假的帶回去了 這整本書都講湖南人的糗事 當然他也在替湖南人 報不停 河南人 對不起 報不停 這些東西都挺有意思 當然這些不是學術的書 不是學術的書 但是它反映一些社會的現象 那也很值得我們來反省 所以我就想那樣講 到底中國人惹誰了 到底有沒有惹誰 或者其實你可以引申 到底湖南人有沒有惹誰 湖北人有沒有惹誰 河南人 你都可以去想 甚至我們想想 華中你科技大惹誰了 我知道我們才排名第七 我們本來排名第五的 我們惹誰了 你也可以這麼寫 你都可以這麼去推論 我想基本原則 是有一些相像的 好 那我主要講三個方向 第一個講傳媒跟形象 第二個講影響國際形象的因素 最後我也仔細有一些觀察 說怎麼辦 同樣你千萬不要把我講 當作荊科玉律 這個只不過我個人的一些觀點 只不過是我個人的觀點 哪怕是理論 早上我在信息跟傳播學院 跟碩士班同學會講 我說理論是幹嘛 理論是為我們人服務的 人不是為理論而生存 理論是為我們而生存的 當這個理論不能符合 當某一個人的觀察跟你所觀察到不同 你就要修正這個理論 不一定要修正自己 你要想 到底是誰對誰錯 你才來決定你的立場 好 那我們基本講這三點 講傳媒形象 這個過去跟現在很多不同 過去全憑什麼 當面看到 當面如果看不到呢 就口耳相傳 當面看到 就是英文face to face 我曾經有親身經歷過 親身經歷 不管一分鐘一秒鐘 都可能影響 這個都可以幫助我們形成一些形象 有時候正確的跟錯誤都可能來 你可能光看那一分鐘他才打小孩 比如說這個家長 這個爸爸媽媽真凶 其實他可能一輩子就打過那一次小孩 你就看到了 所以這個觀察 但更多的是靠口耳相傳 要傳靠口頭 因為在過去的社會是沒有 沒有傳播媒介 一定要靠一張嘴 所以我跟新聞系列同學有一次上個會講 你知道新聞記者的祖先是誰嗎 是媒婆 你去看三言兩拍裡面 講媒婆 是東家走西家走 他馬上就傳遞消息 他不能一開始就說我是來提親的 總要東扯西拉 我去哪裡看到誰 張家怎麼樣你家怎麼樣 他就在傳遞新聞的 都是一張嘴在傳 媒婆去女方家提親 去男方家講 這都靠他傳 他說這個女孩子好啊 湖北人啊很好 這個男的更好 因為他也是湖北人 他全靠他一張嘴去講 所以在古代這個形象 一個是面 一個是口耳相傳 到了現在口耳相傳還是重要 當面見還是重要 就像我對湖北的印象 去了外地就去那麼一次 我們都有一些 都有一些觀感 都有一些形象 這都慢慢都會影響 除了口耳相傳以外 最重要當然還是傳播媒介 傳播媒介 或者我們講傳播 其實口耳相傳就是包括傳播 那時是 口耳相傳是原始的這種傳播的形態 現代的傳播形態 一定要用傳播媒介了 你一定是電影 錄像袋 DVD CVD 什麼MP3 有聲音的 各式各樣的傳媒你都用 當然我們現在要講 一定要加上互聯網了 互聯網裡面也是各種東西傳來傳去 而且更厲害的是什麼呢 過去你要透過大眾傳播 所謂的大眾傳播電視廣播來傳遞 任何的信息的時候 你是受別人控制的 我今天拍了一個錄像帶 講湖北人怎麼好 我交給中央電視台 交給湖北電視台 湖北電視台給我扔了 他說你拍了一塌糊塗 不理你 但現在我可以自己上網啊 我認為我自己拍得好 就可以自己上網上互聯網 我自己可以做什麼 你們叫博客 台灣香港叫部落格 就英文的blog 博客我可以自己上 那只要有人覺得我做得好 你就可以傳 所以傳媒是現代形象裡面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環節 傳播也是的 從土到今傳播都是一個很 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那麼現在當然就加上了這個 電油啊這些新的科技這些都 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傳媒那裡講國際形象 更是不可缺少的就是傳媒 傳媒到底扮演什麼角色 我剛剛不是請同學畫了嗎 畫了一隻醬鴨 畫了一個金魚 畫了一個變形蟲 我還說你們讓我來畫一個 有人叫我畫醬鴨我不肯 因為我的醬鴨一定沒有小顏畫得好 所以我不畫 我沒畫 我拒絕畫了 我拒絕畫了 這裡面有信心 這代表什麼 傳媒的角色是什麼 這就很值得我們知道 我說必須要靠傳媒 沒有傳媒就不行 沒有傳播就不行 那麼這個我要給大家 稍微講一點 比較抽象一點的東西 第四位就是我沒畫的 所以沒畫也是很重要的 形象建構啊 跟它的過程跟影響 我們可以簡單的用這三塊 這三塊我跟我的同學講 我怕同學忘記 我常常說你們記住 這三塊就是臭豆腐 那我們吃飯也在聊 說哪裡的臭豆腐最臭 有沒有杭州來了 我到目前為止是給杭州的臭豆腐 評價是天下第一臭 我不敢吃 要去過人家請 說這個好吃啊 我說我不吃 謝謝了 那這裡面呢 形象 這個不是我想出來的 這是在社會學裡面 有一種叫現象學 六幾年代就有社會學家想 說我們所遇到的 這個客觀的真實 跟媒介真實 跟主觀真實 媒介真實跟主觀真實裡面 都是一種建構 照了半天也看不見 不知道 他說是一種重構的 什麼叫客觀的真實 所謂客觀的真實 就是周圍所發生 我們的環境 我們的環境 剛剛我講 河南人 湖北人 中國人 或者中國 或者河南 或者湖北 湖南 江西等等 或是巩俐 你們有沒有見過巩俐 張子儀 他都存在吧 你不會懷疑他存在吧 對不對 我們不懷疑他們存在 他們都存在 冰島 有沒有人去過冰島 我是沒有 因為我故意舉一些 你們沒去過的 因為我也沒去過 但我們從來不懷疑冰島的存在 這個冰島 莫斯科 莫斯科我也沒去過 他們都是客觀的真實 他都存在 那我問你 我沒去過莫斯科 也沒去過冰島 我也沒去過河南 但我 都知道一些 冰島的事情 對不對 莫斯科我也知道一些 這是怎麼來的 就是我剛剛講 這個媒介的真實裡面 這個媒介 我所指的媒介 是一個非常廣義的一個定義 廣義的 包括我剛剛所說的電影 甚至我沒有提到的小說 詩歌 散文 教科書 任何 幫助 這個用文字 用圖像 用符號 甚至漫畫 漫畫裡面畫出來 你說冰島還可以去一次 巩俐還可以說 你讓我見一次吧 給你一千萬 他可能會讓我見 一千萬吧 見一次 但你說孔子 我想叫他給我一千萬 我都不見他 孫中山 孫中山我也沒見過 但是我們也不懷疑他存在 同樣孫中山給我一百萬 我也不見了 但我們都知道 為什麼我們透過這個媒介的真實 來了解 因為透過這些媒介的 因為書本啊 電影啊 小說啊 都會寫這些 像小電影有 宋家三姊妹 宋家黃嫂 寫美玲 宋清玲 宋矮玲三姊妹的 電影裡面 這個是所謂媒介真實 所以媒介真實 有時候有的學者 又叫他做什麼呢 做符號界的真實 符號 為什麼叫符號呢 因為 當我們要表達那個客觀真實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用符號 一定要用符號 或者圖像 比如說我回家了 假如我回家 我太太一定問我 怎麼樣啊 華中科技大學怎麼樣啊 我跟他說 華中科技大學好大喔 腿都走痠了 不好在有時候有車子接 有一天我跟小元走好久 走了四十幾分鐘 怎麼老子走不了這樣 走好大啊 你看我這一講一定用符號 當然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拍錄像 現在有很多 你去一個學校訪問 他就給你一個疊 他這就是我們學校了 他就給你一個疊 有圖片 有校長 有書記 有院長 遊戲主人個人的照片 還有一些 廣告人叫 靚女靚仔 美男美女的學生的圖片 全部一個疊 他給我 你回去慢慢看吧 這就是我們學校 你可能放一個鐘頭 可能放半個鐘頭去看 所以也叫符號中的真實 還有一個就是主觀的真實 這個主觀的真實 其實就是我們腦袋裡面的形象 這就是我們的形象 形象怎麼來的 一 可能直接做過客觀真實 比如我真正來了 我真正來到了 我看他掉了 不行吧 沒關系我哪個可以 聽得見嗎 那這個 他腦袋裡面的形象其實有幾種 一你直接跟客觀真實接觸 鞏 我們中國人講 百聞不如一見 我要見他一下當面見一見 我要見他一下 要百聞一見 自己跟他接觸 沒見真實 只要有鞏利的電影 只要有鞏利的文章 關於鞏利 關於鞏利的電影 關於鞏利的文章 關於他的圖片 我都看 這是透過這個符號來了解 透過圖片來了解 這個客觀的真實 那我就有形象 但你記住一點 它的關係是這樣 你要把它打畫上箭頭的 畫上箭頭 為什麼要畫上箭頭呢 它這個過程是不斷的 不斷的形成 不斷的 我心目中 我剛剛講 從來沒見過鞏利 當然我看過鞏利的電影 我覺得他拍的也不錯 我看很多影評講鞏利 也好 所以我客觀 主觀的真實裡面 對於鞏利 基本上形象是不錯的 相當好的 我不會給他一百分 但肯定分數相當高 可能A加 甲上啊 這一類的 張子儀 張子儀可能A減吧 那這個怎麼來 都是靠這個來 好 那這裡你注意一件事情 我這裡有一個近 有一個遠 每一個這個近都有一個遠 對不起 這個字性兩個字請不要理他 我不知道為什麼打了兩個字 這個字性是毫無關係的 那個字毫無關係的 為什麼講近跟遠 我們腦海中的形象跟客觀真實 跟媒介真實 符號的真實裡面 都常常要處理這兩個 近 不光是指地理的距離 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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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陽漢口 武昌 近喔 距離南京很遠 距離香港很遠 距離台灣很遠 對不對 這是地理上 但還有一種近是什麼呢 近是指什麼 這個 這三個地方都很近 這是地理的遠近 還有一個是時間的 那個是空間 還有一個是時間的 孔夫子離我們遠了 孔夫子離我們很遠 孫中山又離我們近一點 無視又離我們近一點 我吃飯的時候說 跪校以前有一位校長非常好 叫什麼李酒師是不是 酒師 他有九種思想 我一種都沒有 他這個都比較近 所以近遠可以是時間的 可以是這個 可以是空間的 可以是時間的 還有 也可能是心理的 也可能是心理的 比如說我講 我不懂科技 科技對我來講 是很遠的 社會 人 他對我就比較近 因為我相對而言 我比較關心 我比較知道的多一些 所以他比我比較近 對我有 假如你買了股票 我想 這個股票對你就比較近 你不買股票 這個股票對你很遠 所以這個遠近 有各種的考慮 好 那我這個放在這裡 有什麼影響 有什麼關係呢 其實這個過程是 不停的在 不停的 越遠的 對我們影響越大 莫斯科 我沒去過 非常遙遠 冰島我沒去過 媒介真實裡面的 對我的影響就大了 我無法判斷 湖北人 我有切身的認識 我父母親湖北人 我的兄弟姊妹都湖北人 青島人 我也沒去過青島 但你想青島人壞話 我可能抗議 因為我太太是青島人 靜 不光是地理心理那個 但你記住一點 當我們用透過了符號來傳播的時候 來描述這個客觀真實的時候 受影響大的一般而言 不是絕對的 是遠的對我們影響大 遠的對我們影響大 因為靜的我有 我有 不是說判斷 至少有 對抗性的信息在裡面 你說青島人很壞 我說我太太很好 我岳母也很好 我岳父也很好 他的親戚也很好 他們都青島 那我有一些對抗性 當然我了解 他們不完全等於青島 不完全等於 所以你也可以看出來一點 我為什麼剛剛請大家畫那幾個圖呢 我就要各位了解一下他這個過程 我們剛剛講的這個過程 就叫做真實的重構 因為他都是重新構 重新去建構他 客觀的真實 孔夫子 漢朝唐朝 楊貴妃 我們都在重新的建構 古代已經毫無選擇 你非得重新建構 其實我們也毫無選擇 我回去要跟我太太講 華中科技大怎麼樣 湖北怎麼樣 我已經是在重新建構了 我說我去省立博物館看 真好啊 那個針口椅的那個頂啊 真是漂亮 公真是細 我還不 我還怕我的描述不夠好 我還買到這個明信片 給他看一看 但明信片是平面的不 哪怕有錄像 有錄音 曾侯儀的編中的演奏 其實我家裡已經有了 過去是還沒有CD的時候 我就有了 是那個叫什麼卡世代 那我都只能 重構 講給他聽 那重構的過程之中呢 就會有一些影響 他有一些後果或者過程 有可能是放大 放大或者誇大 我剛剛想用的這個形象的表示 剛剛我請同學畫一個變形蟲 坦白講變形蟲長什麼樣子 我也不知道 我高中的時候做 看顯微鏡 老師一定要我們叫看變形蟲 還要畫一個變形蟲 要看顯微鏡 細菌 要用顯微鏡看 但我們畫出來的細菌 都比它真的要大吧 對不對 好那我們先看這個 我們回頭再來看一看 縮小 有一位同學畫的是鯨魚 海裡面最大的動物就是鯨魚 那個鯨魚就那麼一點嗎 當然不是的 我想這個房間都未必擺得下 如果是大的畫 大概寬度有 長度肯定不夠的 所以鯨魚 對鯨魚我們就縮小了不 那我為什麼後面 又放一個花大跟輕士呢 比如說我太太問我說 省地博物館好不好 我說真好啊 好得不得了啊 武漢呢 我還去過武漢市的博物館 我說那個不行 插的一插的不值得去 對不起啊 如果有武漢市博物館今天 那我這個又是什麼 我可能輕士的 不重要不值得去 別去別去 東湖東湖不如西湖別去 有心事 我沒有這個意思啊 但這個過程都會在裡面 這個無所謂正確不正確嗎 東湖有多大 那個博物館有多大 那個博物館有多大 這個我透過了我的重構的過程 這些都可能產生 還有可能歪曲 假如 假如我請一位同學出來畫 它是藝術系的 你們有沒有藝術系 美術系 一流的畫家 他能夠很像 所謂形象 形象形象 最基本的那個就是像 還有一個就是幻想中的 像那麼現在已經 照相嘛 這一定像 照相是不是一定像 也不見得 照相也是一種重構 我活了六十多年 就那麼一剎那照的 我去登記的 我的護照 我的證件上面的像 一定是挑 不是最好也是比較好的吧 你很少人挑證件 學生證上面弄一張最難看的照片 我想這種少 我不敢說沒有 有人就是無所謂 我就挑一張最難看的 但這個都是 我找一個最會畫畫的來 他畫畫 我就推他拉他 他不可能畫得好 他一定歪曲 一定破壞 破壞了那個真實的 重構的 他一定破壞 他就歪曲 歪曲的情形發生了 歪曲的情形 還有一個是 你猜是什麼 跟我有關 跟我這個沒畫有關 根本無視 eliminating ignoring 把他當作不存在 各位曉得明星最怕什麼 最怕傳媒忽視他 傳媒罵他都好 批評他 說某某明星 又有一個男朋友了 又有一個女朋友了 這沒關係 因為他見報 見媒體 他的名氣才大 下次跟人家談這個拍電影啊 拍廣告的時候 這個要的報酬才高 假如每一件都不提他 說這是誰啊 那糟了 這就是根本不提 不提 所以傳媒對我們的影響真的是很大的 客觀的真實是很大的 我剛好幾次提到我太太是青島人 人很好 這個 是誇大還是縮小 我太太五十幾歲了 你就兩句話就講完了 她的優點也很多 你怎麼兩句話就講完了 其實我還要沒講 她也有缺點了 我不敢講 我就故意不講 故意不講她的缺點 那你們當然我太太人很好了 我太太有雀斑我也不講 照相 這邊有雀斑我就專照這一邊 所以它變成很美 這裡面這些過程 全部可能同時發生的 可能同時發生的 不光是 說只有一就沒有第二就沒有第三 可能都同時 其實我還沒講完還有很多 你可以去想像吧 各式各樣的都可以存在 大家都知道楊貴妃 因為安禄山造反 對不對死掉 我聽到很多的傳說很有意思 說楊貴妃其實沒死啊 不是說現在沒死 當時沒死 沒吃死 跑哪裡去了呢 因為唐明皇太愛他了 當時的長安 現在的西洋院很多日本留學生 找個日本留學生說 你把他帶走吧 反正以前也沒照片 就找個宮女踢死吧 你把他帶到日本去 日本還有一個貴妃墓的 這還不稀奇 我有一個歷史系的 是我們學校歷史系的系主任 各位姑且聽 絕不是歷史 雖然是歷史系的系主任講 他說你聽到這個故事 沒什麼了不起 他說我聽到一個故事 楊貴妃去了美國啊 他說有留學生把他帶到美國去了 然後到了日本死掉 你看到沒這都是重構 重構我剛剛提的並不是說 我很嚴肅的寫一本書 我很嚴肅的寫一本書 寫唐朝安史之亂 安禄山史詩明史 這些造反安史之亂 寫一本書寫十本書 或者我們的電視連續劇 拍多少集啊 我都不知道拍多少集了 拍拼天國 然後我幫他拍一個 一百集的這個電影 這個電視連續劇 這都是一種重構 這個重構的過程 就必然會有這些影響 會有這些效果 會有這些後果產生 這些過程都存在 我描述我的太太只是一個人 她只有五十幾歲 她十幾歲我就認識她了 我也認識四十多年了 認識不能說不生吧 我太太當然也認識我很久了 你要她描述我 她也同樣也發生 並不是我們故意的 當然有時候也故意 可是我總不能碰到人就講 我太太真醜 我不會講 我說還可以啦 好 那麼這裡面呢 我們再看一看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過程 其實客觀真是太大了 就一個個人 都大到我無法 把她相等過來 我要講我太太 我一定要選取性的講 假如這個場合 是要跟巩俐比美 我就說我太太比你漂亮 你太醜了 我可能講這些 假如這個場合是講讀書的 我太太山東話講得不錯 其實她不會講 那客觀真是太大了 莫斯科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學俄國歷史 我對俄國歷史知道的非常有限 只不過是中學的程度 現在不能問我 一問我就忘光 我就完全忘了 幾十年前的事了 客觀真是太大 俄國歷史 哪怕你是俄國專家 你去圖書館看書 也不過一個書架 兩個書架 三個書架 難道俄國歷史就等三個書架嗎 那中國五千年的歷史 是中國真的只有五千年嗎 當然不止嘛 你這個客觀真是太大了 而我們要掌握的是什麼 你永遠有選擇性嘛 你要選擇性的 還有我們能力有限 我這個能力 能力有限 一是個人的本領 我非常想很正確 我非常想百分之百正確的描述我的太太 但我不會畫畫 我不會畫畫 畫不出來 本領有限 科技 那是照相好了 我照相也不好 一照把它歪去了 它很漂亮的照得很醜了 這是科技的問題 或者這個麥克風 這個擴音器 把我的聲音改變 有人說你聲音很好聽啊 我說那都是感謝科技 它變了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的明星 都蠻漂亮的 說不行 卸妝了 好難看啊 為什麼 它有科技 化妝品 燈光 我相信胡錦濤去中央電視台錄影 他也要化妝 真的 我不是開玩笑 也是要擦點粉 還擦點口紅 弄點胭脂 因為這個拍起來漂亮 到目前為止拍了還有反光 像我這樣流一點汗 那拍出來都不好看 還有形象師會告訴你 千萬不要打這種領帶 要打紅一點的領帶 比較驗 人顯得有精神 它這個都有科技 這個領帶都是科技的喔 這當然是很簡單的科技 所以但是我們能力一定有限 我們無法 假如我說你 科技限制我們的 好 我太太說你每一次回來 都是靠口述 你去外面開會 去外面玩 就是口述 某個地方如何 你的文字不行 你下次出去拍 錄像好了 我拍 我去三天 我不可能拍 一天反八小時好 不可能拍24小時的錄像 我一定選擇性的拍 用文字寫 用錄像 用錄音 任何的科技都會影響我們的 這個傳達 這個傳達的信息了 各種都有 所以傳播媒介本身 科技本身 不管內容就是一種影響 它已經有影響 最有名的一句話就是 加拿大有一個傳播學者 他說了一句 這個學者叫做 我不知道內地怎麼翻 麥克魯漢 麥克魯衡 都有人這麼翻譯 他說 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 媒介就是信息 媒介就是信息 什麼意思 電視跟文字 形象的跟文字的媒介 他對我們的影響 對我們的思維方式 對我們看真實看現象 就有很大的 這個決定性的不同了 別有用心 別有用心 好 我們湖北還有一個美人 湖北新山有一個美人是誰 王昭君 是吧 王昭君據說是 我們湖北出美人說 王昭君是湖北新山縣 漢朝 要選妃 選這個人進宮 王昭君選上了 進了宮 因為沒有送錢 沒有賄賂這位畫師 叫什麼毛岩獸是吧 要賄賂的 所以毛岩獸給他畫像 就畫了一個字吧 就不好看 皇帝就不留他 後來要討好這個 這個匈奴啊 就把他合藩嘛 召軍合藩 就嫁出去了 要嫁出去要歡送他的時候 哎呦 犯了嚴重錯誤 但不能臨時收回了 已經答應了人家不 這要收回要打仗了 只好忍痛的把我們的湖北人送到了外國去了 這就送出去了嘛 這毛岩獸就是別有用心的嘛 有沒有別有用心 太多了 可能因為政治 可能因為經濟 可能因為文化的因素而別有用心的 報道新聞報道寫歷史 我們常說日本人篡改近代史 中國人不喜歡日本人說日本人篡改中國近代 其實日本人打仗打到武漢打到我的老家宜昌去了 那說篡改歷史 篡改歷史就是別有用心囉 說秦始皇粉書坑乳 把這個乳 能講話的能記錄的都給你殺掉了 把書燒掉了沒有記載 所以別有用心也反害我們 好這裡面有一個很重要 傳媒永遠是終界的 必須依賴符號 必須依賴符號 我用嘴巴去傳述 我去畫一個漫畫 給你看一個照片 這都是一種終界 中國人有一句話叫做 靜性書不如無書 靜性報也不如無報 靜性歷史也不如無歷史 靜性領導人的講話也就不如沒有領導人 你都得有一段 你都想到它都是一種終界 領導人也是人 不許也是人 胡錦濤也是人 都是人 歷史學家也是人 普通人也是人 他講古代 他用文字也好 用圖片也好 用錄像也好 他都在用一種終界的 用符號 只要 只要你用了符號 有一種終界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這些後果這些形象 這些過程全部都出現了 逃不掉的 逃不掉的 那你這樣講的話 不掉 豈不是那個客觀的真實 可以讓我們為所欲為了嗎 會不會 當然不會 因為我們知道各行有各行的行規 你畫漫畫 可以誇大一點 你畫漫畫可以誇大一點 可以不等於 但基本上要人家看出來嗎 我要畫布許 人家一看還要一直像布許 我要畫鞏 人家要看出來像鞏 還要基本有一點神韻 你總不能離譜 還有 現代的傳播 不光是我一個人壟斷的嗎 報紙怎麼登 互聯網說的完全不一樣 那我就會想了 所以大家也不能亂講 亂講啊 你付出去的代價 是自己的信用跟信譽的 你這個要付代價的 非付不可 一定要付出這些代價 所以你也不敢亂講 我剛剛請他們畫這些圖 畫鯨魚的同學 還真的像一條鯨魚嗎 我們不會說它是大象 畫降壓 我不會說它是有禽流感的吧 它總要有一點規範 寫歷史有歷史的規範 寫新聞有新聞的規範 寫小說有小說的規範 寫詩有詩的規矩 行有行規 所以我們建構這個真實的時候 其實表面上好像可以亂來 其實也不可以亂來 因為要受到很多 這個影響 這個 我要描述我太太 我也不可以隨便亂講的 我也不敢保證這裡 有人可能認識我太太 或者 他說 我講演完 他說我下禮拜就要去香港 我到您家來拜訪 我一走出來就跟我太太講 你丈夫在這個科技大講你的壞話 那我也糟糕了 這種東西永遠可能發生的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的過程 那我們下面看一看 影響國際形象 到底有哪些因素 或者我們說影響 湖南人的形象 影響河南人的形象 或者湖北人的形象 任何人的形象 有哪些因素 其實你可以推論 當然我們集中講國際 影響形象的因素啊 其實是多元的 不是單一的 影響國際 影響 我要描述我的太太 我要拿什麼照片給你看 這個因素也是多元的 也是多元的 不是單一的 影響國際形象的因素 絕對不是單一的 絕對不是單一的 它更複雜 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是相當複雜的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已經都不簡單了 何況是國與國之間 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心理個人 全部在內 像我去過以色列去過埃及 我從以色列過去搭公共汽車 過紅海 先越近 過近到了埃及 我就去過一次 前後加起來 兩個國家不到一個禮拜 這是我個人經歷 有時候我們個人經歷 也會影響我們 我在澳大利亞教過書 人家問我說澳大利亞怎麼樣 我說澳大利亞還不錯 我說我們鄰居非常好 澳大利亞人沒有美國人那麼囂張 美國人通常比較高傲 我說澳大利亞人很好 很客氣很和蔼 像我們在都市長大的 都不知道田園這些稻草啊 樹啊都不懂 我說我們鄰居好得很 他年紀比我大 他說你來你有什麼問題找我 我一找他就跑來了 他就趴在地上幫我弄了 我說很好 可是我有一個朋友去澳大利亞很倒楣 他說澳大利亞我不喜歡 我說為什麼不喜歡 他說我兒子 我二次畢業我來參加畢業典禮 我在公共汽車站等車 就有年輕人坐車子旁邊經過 用水彈丟我 就用氣球裡面裝水 打到他的大腿 他說到現在還疼 我說多久是 他說一年前了 我說那真是疼了 但我想他心裡的疼 可能多過物裡的疼 他形象 所以個人的因素啊 各種的經歷啊 心理啊 你開心 開心的時候 你跟這個女孩子 跟這個男孩子感情好 那你都是可愛的 對不對 有時候講你去死吧 你去死 有時候就等這句話 等了好久 我 因為他跟你感情不好 他不會誰便叫你去死的 他不管你死活的 那這都是心理因素了吧 心理因素 月亮 星星 有一個歌 有一個外國歌 有一個歌叫 Remember 記得嗎 Remember Remember under the stars you told me I love you 星星 滿天星星 讓你告訴過我 我愛你 你可以反過來 你記得嗎 滿天星星這樣 你告訴過我 我愛你的 現在呢 整個可以變的 所以這個心理 都可能影響 文化 文化 我們跟日本 跟韓國的文化 比較近了嗎 跟美國 遠一些 跟俄國我想就更遠一些 跟阿拉伯也遠一些了嗎 這個文化的 阿拉伯 都要戴個帽 是吧 那個頭巾 穿個袍子 這個文化跟我們不同 女性要遮住面紗 女性現在很多阿拉伯 都要遮住面紗 你去馬來西亞也是 很多女性性回家 要戴面紗 也穿長袍子 遮得密密實實 是文化 那文化也 全部都可能影響 那我們還要講其他的 所以我們先不提那個 政治經濟更是簡單 所以第一個我們要了解是 影響國際形象 絕對是一個多元的 一個非常複雜的因素 不要把它簡單化 不要把它簡單化 無知跟恐懼啊 永遠是造成誤解 造成錯誤的理解 而且這個循環 你記住我剛剛講的 三個臭豆腐啊 客觀的真實跟 符號的真實 跟我們主觀的真實裡面 它是循環的 人家開玩笑講 你如果去了紐約 這裡沒黑人沒關係 我們對黑人形象不好 為什麼 電影裡面常常說 黑人是犯罪的 所以你看到黑人走過來 那個黑人可能很好 就往旁邊自動靠邊一點 怕他搶我 那個人也靠邊一點 因為我是個華人 形象也不是太好 他就往黑人走 大家往邊走 為什麼 你這個幻想中的形象之中 未必是正確哦 那個黑人可能拿諾貝爾和平講的 但我因為幻想之中 認為黑人不好 他幻想中認為華人不好 所以我們大家都 各閃開一步 這個各閃開一步 在哪裡發生 在那個真真真實的裡面發生了嗎 情人眼中為什麼出西施 就是心理就是這種東西 無知跟恐懼就是一種心理 早期東西方接觸的時候 都有這種現象最早 在中古時期西方看中國 歐洲看中國那些傳教士中國時期 非常極端 有人把中國描寫得好得不得了 有人把中國完全看成妖魔鬼怪 都有 在中日甲午戰爭時期 一樣 西方對日本認識比較多一點 認為日本比較西化 說日本代表現代化 中國代表的是野蠻 落後 所以日本跟中國 中日甲午戰爭打仗 那太好了 那是用現代來教訓野蠻 日本人終於 把這個一點點智慧 把一點理性 敲進中國頑固的腦袋 這是芝加哥論壇報的 用的詞 這都是 無知跟恐懼就容易造成這些 林哲徐這個禁鴉片 他到過澳門的 去看澳門有 有什麼有印度人 香港也有些印度人 印度人就比我們黑一點 他不當然說是黑鬼 現在海外 有一些老華僑 還喜歡叫黑人 叫黑鬼 說黑鬼啊 黑鬼 香港對外國人的一個 綽號就是 黑鬼哪個 他是鬼 不是真是鬼 他就是外國人 其實這個是歧視性 現在越用越少 以前都說 黑鬼哪個 他是鬼 鬼要演啊 就說他是中國人 他鬼 我們對無知的東西 不了解的東西 總是有一些恐懼 因為恐懼 有時候就容易從負面的去想 就要防人家 國與國之間也是如此 國與國之間也是如此 好這個更是決定性的影響 國與國之間的形象 外交關係可能是敵對的 可能是競爭的 可能是友好 西方什麼時候開始關心中國 注意中國 那以前不 問題不大 以前來往很少嘛 交通不發達 科技不發達 來往非常的少 明朝才有西方傳教士 開始到中國來立馬鬥 等徐光啟他們關係很好 但很少的 我想他的影響範圍就那麼小 在那個朝廷裡面當然有影響 影響徐光啟達成 那關係好關係不好 影響徐光啟 近代裡面 西方 尤其是美國 注意中國是開始什麼時候 義和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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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和團時期開始做 亂嘛 要殺洋人 要 這個父親 服親滅洋 滅洋服親 所以西方就開始注意 那二三十年 孫中山革命 孫中山又是個英語講得很好的人 他對西方有信 孫中山其實以前也沒有名氣 他被抓了 在所謂倫敦蒙難 被清朝的這個這個領事館綁架了 放他了 這個媒介一登開始 是這個人是誰啊 原來是清朝的革命的頭頭 他才是有國際的聲譽聲望 那這個敵對競爭友好在這 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形象是 落後平雄無知 都是這個 都是這些 外交關係是 美國相對於中國是比較中性 其實49年以前 美國跟中國的關係 基本是很好的 相對的是不錯的 但這個 他在變的 他是不斷的變 所以形象啊 不是一層不變的 形象是經常在變 人與人之間 國與國之間 基本也都是在變化的 基本是在變化 美國對中國的形象 開始變好是什麼時候 珍珠港事變以後 抗戰 抗戰美國要支持中國打仗 這個形象 中國農民 落後的農民 變成勇敢的農民 他變了 49年以後又變 因為 對美國的戰略來講 西歐 歐洲 這些很多變成共產黨國家 東歐的國家 所以他要鞏覆西歐 中國 在東方 中國變成共產黨 所以他也要鞏覆這個 所謂的 從南韓 南朝鮮 日本 台灣 越南 泰國 菲律賓 這一線 這個叫圍堵政策 在這種政策之下 中國的形象在美國的媒體裡面 不可能好 不可能好 誰的形象好 當時的中國是兩個的在媒體裡面 一個叫Red China 這是有貶義的 紅色的中國 中性一點 叫Commonist China 叫台灣 叫做Nationalist China 除了用National China 還有Republic China 甚至還有Free China 自由的中國 為什麼 這跟美國的戰略有關 跟美國的戰略部署有關 跟國際的外交關係有關 它是變 五十年代 是Red China 六十年代 Red China的用 就越來越少 變成什麼呢 Commonist China 共產黨中國 相對中國 另外一個就用 Republic China 越用越少 就變成Nationalist China 國民黨的中國 什麼時候 People's Republic China 開始出現在媒體裡面 1971年 美國的國務卿 基辛格 肚子痛 他說 在巴基斯坦 說肚子痛 不見了 媒體消失 其實他到了北京來 到了北京來說 安排要來訪問中國 在1972年訪問中國 那麼回到美國以後 跟當時的總統 Nixon報告 所以Nixon主持記者招待會 說Dr. Kissinger 去了北京 安排了我明年2月 要到中國來訪問 不是到中國到 People's Republic China 來訪問 這第一次從總統的 口裡出來 所以形象是因為 這些外交關係而變 當尼克森要決定去北京訪問的時候 誰的形象變壞了 國民黨的中國變壞了 Republic China變壞了 台灣又不民主又不自由又獨裁 總而言之壞話的講盡 蔣介石也不行 都不聽我們的話 所以搞到今天 五十年代初美國辯論最多就是 Who lost China 誰丟掉了中國 所以外交關係絕對影響了 那麼這是外政 還有國內的實況 國內的實況 對於形象的影響 也起了很重要的因素 非常重要的因素 今年剛好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 文革結束30年 文革的時候中國形象好不好 不好 當然不好 大躍進形象好不好 也不好 因為大躍進傳媒都說假話 我們湖北日報考第一 真的 我不是照出來 湖北日報有一張照片 是這個稻子長得多高 上面坐四個小孩都不掉下去 這是湖北日報上面等等 人家他這個假照假 西方傳媒裡面的中國形象是 絕對不可能好的 絕對不可能好的 所以國內的實況絕對影響 二三十年代 西方說中國貧窮落後無知 是不是歪曲 不是 至少我認為不是 當然我年紀沒那麼大 我也沒在那個時代生存過 我曾經用 我喜歡逛舊書店 我用一塊港幣 很多年前買了一本舊書 是國民政府內政部做的調查 調查什麼內政部 全中國的難民 到處都有難民 土匪來搶一次 這個政府官兵 所謂官匪來又搶一次 那有共產黨打進來又問 誰是國民黨 又抓 共產黨走了 國民黨進來又問一次 誰是共產黨又抓 所以中國不可能好 怎麼可能會好 然後又跟日本人打仗這些 所以國內的實況 國外的這種因素都 糾纏不清的一種影響 造成了我們的國際的形象 那是變 不是一成不變 好這些東西 都要透過傳媒來表達 都要透過傳媒 它跟傳媒有關 第一它跟傳媒的哲學觀 跟運作都有關的 我們把傳媒的角色 傳媒跟政府的關係 有的社會 有的國家把傳播媒體當成 獨立於政府之外的 有的社會 有的國家把傳媒當作 政府當權者的工具 或者夥伴 那我常常替國內的傳媒抱不平 文革剛結束的時候說 我們的新聞傳播 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在文革裡面 因為他們起了推波助爛的這個作用 我說你是冤枉的傳媒 因為傳媒沒有自主性 奉命 當時是誰騙人騙得多就好 文革啊大躍鏡啊都是 所以湖北日報才會造 那麼一張假的照片 你去看小說電影講文革時候的 尤其是79年那個傷痕文學的時候 非常多的 這就是我講的假 照了假你要在真實的情況裡面 產生作用 我看過一個小說叫做 犯人裏同中的故事 大家照假說我們 產這個這個多少多少稻穀 老百姓沒東西吃 為什麼你既然產那麼多你就要交那麼多的糧啊 交上去了所以沒東西吃 這個是但因為他是夥伴 他沒有獨立的性 西方的傳媒他是有相對的獨立性 他是有相對的獨立性 傳媒擁有的資源影響 有的有的傳媒很有錢 有的傳媒 資源不夠很緊張 這個不光是講錢也講人 資源是廣益的 好我有錢我可以去買最好的儀器 買很多的儀器 每人都有儀器 我也都請華中科技大畢業的優秀的學生 請最優秀的畢業同學來替我這邊服務 那我沒錢我競爭不了 我明明知道這個畢業的同學很優秀 我請不起我只好退而求其次 甚至再次等而下之的 聘他 香港的傳媒也是良憂不齊啊 香港傳媒有一個謠傳 有人是說說要聘人先問 都問他問他 你希望要多少薪水啊 這個人說一千 你希望多少說八百 那個人說七百 窮的傳媒就說我就聘七百的 他不是看他本領看他開價多少 這跟資源有關 跟他的資源有關 寬裕 我們傳媒登冰島多不多 我想很少 傳媒要決定派 多少記者出去外國採訪 當然跟資源有關 那現在派記者出國 不是太重要了 在我那個時代派記者出國是很重要的 我講一個很自私的心理 人家問我 你為什麼要想要做 讀新聞傳播呢 我大學是讀英語的 讀完英語我可以做老師 因為我是師範畢業的 我要做老師 我也做過中學老師 那我想 在我的畢業的時候 搭飛機是很貴的 貴的不得了 去一次美國 我要用一年的收入 有去無回 單程 而且是最便宜的機位 更節省的要搭船 搭船不是搭泰坦尼克號 是搭人家的貨輪 在艙底跟那個船員那些鋪啊 擠一擠吧 省錢 沒錢 所以那個時候出國 父母在機場送兒女 是大家抱頭痛哭 不知何年何日 才得重逢 這個兒子這個女兒 可能一去無回 或者好幾年才能回 因為沒錢 沒錢 所以但現在不同 我當時就想說 這個國際旅遊多好 唯一能夠免費旅遊的 就是去報館啊 電台啊 通訊社做國際通訊 和派員 都拿著人家的錢去旅行多好 當然現在旅行 國際旅行是家常便飯 家常便飯 跨國企業一天到晚飛 我當時畢業的時候 大概四十多年前 搭飛機的是非富即貴啊 所以做空中小姐也是很好的職業 因為運氣不是運氣好 運氣不好也可以碰到一個 非富即貴的人 因為搭飛機的人都是有錢人 有地位的人 不像現在人人搭飛機 人人搭飛機 所以你現在呢 傳媒不必特別派 哪裡有事情 一個記者24小時內一定搭飛機到了 甚至透過互聯網 馬上知道了很多 所以派特派員已經不重要了 完全不重要 相對不重要 其實還是派 為什麼 因為我們認識一個地方 有理性的也要有感性 你要住在那個地方才有感性 我說中國好大啊 華盛頓好大啊 華中科技大好大啊 你沒有去你沒有這個感受 我們學校很小的 你走路都不能走太快 走太快就碰到牆的 因為我們的走廊都被你們窄 絕對是事實 樓梯都被你們窄 我再這麼描述 你沒有感受的 你去了你會真正有感受的 所以現場還是很重要的 我常常講窮 窮 為什麼一定要體驗 你透過了這個 符號來認識的這個窮 永遠是不足夠的 我有時候也叫窮欸 我叫窮就跟我太太講 你別再去買衣服了 鑽石買個假的就行了 或者說你想去哪裡玩 不行啊 我們就到澳門去一下吧 澳門大概三百塊港幣也就夠了吧 去美國太貴了 這是我叫窮 有人叫窮 可能沒飯吃的不 各位曉得李嘉誠 李嘉誠有時候也叫窮啊 喔說今年不好啊 不好不好你一看 他少賺了五十億而已啊 他真的是少賺了幾十億 他還是賺了很多啊 只不過跟去年比少賺了幾十億 這不好真窮 今年世道不好 所以一定要 要透過你自己親身的感受 其實很重要 所以讀書是很重要的 去玩也是很重要 是中國人講讀萬里書啊 也要行萬里路也就知道 去行萬里路就是感受 就是感受 好了 對新聞的看法 有的國家基本把正面的當作才是新聞 負面的就不是新聞 很多國家是負面的才是新聞 正面的不是新聞 報紙 西方的傳媒基本是把新聞當作負面的 壞事才是新聞 美國總統不犯錯了 那肯定是新聞 他不會一天到晚拍馬屁 航空公司出事了 一定要大登客人 絕不會登 某某航空公司 今天五班飛機全部準時到達 無意乘客死傷 不會的 大家落地時還鼓掌 不會的 一定是有事故了才登 為什麼 因為我們學傳播第一堂介紹的 大概都會講 傳播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大眾傳媒就是 替我們監視環境 監視環境負面的重要過正面的 我來這裡我就問小爺 我說武漢治安好不好啊 你們學校治安好不好啊 我打聽的是負面的消息 這很自然 因為我要判斷一下 如果好我晚上就出來逛逛校園了 不好 不好我就請小爺保鏢了 我就不出來了 所以很自然 我剛去香港的時候 我是在台灣長大 我去香港的時候 我真的是晚上不敢上街 因為我不會講廣東話 這個賊跟我搶錢 我都不知道回答 我還以為他是好啊 我的廣東朋友就告訴我 你要小心喔 你最好要帶 起碼要帶一百塊的 一百塊是紅色的 它叫見紅 如果你沒有一百 只給他一張十塊的 這個叫螃蟹 青蟹 他就捅你一刀 你一刀就見紅了 所以我經常就帶一百塊在身上 至少一百 每次出門 哎呦如果忘了一百 趕快跑回家要一百 我真是不敢上街 因為當然我們都是負面的消息重要 所以很多人認為負面的是重要 負面讓我們警惕 讓我們了解 國與國之間也是的 國與國之間也是的 你每天在報紙裡面說美國怎麼好怎麼好 俄羅斯怎麼好 日本怎麼好 日本也發生過很多好事啊 小全純一郎替日本人做了很多好事 為什麼我們登的少 或者不登 老說他參拜神社 不知悔改 因為這個對我們中國重要啊 負面的新聞重要啊 美國也一樣啊 日本也一樣 負面的新聞對他們重要啊 說中國人看到日本人就請他吃Sashimi 這不重要啊 這是好的消息 中國人對日本人很好 這沒關係 這不必登 偶爾登登就行了 偶爾講講這些 基本是負面的重要的 還有消息來源跟傳媒 有的是互動的 有些他是互動的 有些是指令式的 你該怎麼登 該怎麼寫 像我太太給我的指令 你出去不可以講我壞話 這是指令 互動 那得看你對我好不好 你對我好出來就講你好話 對我不好就講你壞話咯 這是互動式 好的 那麼這個傳媒跟消息來源 當然不是這麼簡單 簡單一個是互動 一個是指令式的 在西方的傳媒 香港是互動因素很多的 互動因素 雖然我們也常說 消息來源的主導性強 不管任何體制它的主導性 相對來講是強的 這怎麼意思呢 我要講什麼 因為我管理國家大事 不要說國家 我是華中科技大的校長 我對於華中科技大的信息 了解的一定是最多 一定比副校長都多 一定比院長多 院長就要對整個院的事情多 國家也是一樣 總統主席就對國家的事情掌握得多 今天發生事情了 你要去訪問誰 關於美國的事情發生了 你要去問外交部 問發言人 問國務院的什麼 跟台灣有關 你要去問對台辦 他們掌握的信息是比較多的 他告訴你的是什麼 或者我不要問對台辦 我去問北京大學 台灣什麼港澳台研究中心的主任 或者教授問專家 問專家 這是消息來源 然後我報導出來 所以傳媒呢 相當程度也是消息來源 一般來講 現在你很少能夠找到傳媒 故意那麼顛倒黑白 歪曲事實的事實的情況 我想是越來越少 為什麼就我剛剛講 大家都有行有行規 還有傳媒太多 你不說真話 別的傳媒講真話 幾次就戳穿你了 戳穿你就沒信用 人家不看你了 不看你會影響你的經濟效益 那我們講 我去外國讀書的時候 美國是反對越戰最兇的 現在不許去打伊拉克 打伊拉克 早期因為911 那個恐怖分子 去打了兩個這個雙子塔 世貿中心的塔給他炸了 美國好像全體一直都要去打 說該打應該去打伊拉克 所以你去訪問一些大官們啊 學子們都說該打 這個恐怖分子 要反恐 反對的聲音就小了 越戰也是的 剛開始打越戰 大官們都說打打 該打越戰 該支持南越打北越 在美國的情況之下 記者是保守 而不是造反派 他受到消息來源的影響 是很大的 各位如果有興趣去看 有一本書叫做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全世界都在看 1980年登出版 有人專門研究 美國的反戰運動 因為美國打輸了越戰 很多人就罵 說美國人軍事這麼強大 為什麼輸越戰呢 輸一個小越南 都是電視 電視倒鬼 因為電視播了很多戰場上的 這個圖片 這個影像 當時還只有黑白 因為在晚間新聞 報新聞的時候 你一邊不是吃飯 一邊吃牛排去看 今天的casualties 今天的死傷 20 American soldiers will kill 30 were serious injured 30個人嚴重受重傷 20個人陣亡 明天晚上又看 那是我兒子 這個形象 慢慢就 然後你看到的是 美國的記者跟著美軍 打進一個越南的村莊 那個美軍拿著火焰奔去 一噴 就燒了一個越南人的 這個農民的那個屋子 這個戰爭怎麼都老是打平民的房子 因為你就沒有記者是從越南那邊 北越那邊照過來的 所以形象受傳媒影響 他這個都不完全等於真實 但影響已經造成了 他這個互動是絕對有關係的 所以消息來源如果開放的 跟封閉也有關係 開放的來源 開放的信息來源 他主動的發消息給你 你要什麼他就拼命替你找 非常合作 信息的封閉的來源是什麼 你問他 我不知道啊 聽說你們某某航班出事了 那我不曉得啊 不曉得怎麼辦 傳媒要登啊 他有的就去問乘客啦 問那個旁觀者或者所謂的目擊者 他就寫了吧 目擊者不一定能代表他掌控的信息少不 目擊者什麼他就寫 目擊者說這個航空公司太一塌糊塗了 沒見沒有騙你 結果我問了目擊者 因為張先生在現場表示非常憤怒 下次再也不搭這家航空公司的飛機了 因為航空公司本身一句話不講 還有的航空公司出事了 主動的講 這個中文叫善後工作 英文叫damage control 有損傷要控制他 不讓他再蔓延 damage control 往往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國家有負面的消息以後就封鎖 就不講 中國大家都知道2003年SARS的時候 就有對西方傳媒的中國批評很嚴重 就說中國有了SARS不講 香港死了299個人 香港很小 那麼大家怪中國說沒有 消息沒有透給 沒有大家分享這個消息 知道了沒講 那沒講大家不曉得防不 不曉得防 負面的 禽流感我想不會來了 因為天氣熱了 天氣熱了這個禽流感的這個病毒 大概就不容易發作的 但是禽流感不來還有一個因素 很可能是那個客觀真實那個禽流感 到底怎麼樣我們不清楚 傳媒一天到晚報導 這次報導多了 香港的傳媒一天到晚報導 台灣的大陸的 我看都相當多啊 那你也可能說你看看 你等著瞧好了 我相信一定有人批評傳媒 禽流感是你們傳媒言過其實 那我們虛精一場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你寧可虛精一場呢 還是到時候地球死 死多少人 說要死很多人 那我的選擇是寧可虛精一場 這跟傳媒的報導有關 有大量的研究 比如說在199899的時候 不是禽流感 是什麼你知道 病毒 電腦的病毒 不是飛禽走獸的這個病毒 是電腦的病毒 電腦病毒叫computer bugs 電腦有什麼病毒呢 電腦有什麼病毒呢 可能有千年蟲 叫Mannanian bug 因為我們電腦都是 989900 說你這個電腦要小心 到了99年 1999年12點 零時零分那個時候 這個00電腦就不知道怎麼讀了 是190010還是2000呢 這就叫千年蟲 Mannanian bug 這個千年蟲啊 影響很大 我想各地政府都一樣 航空公司要出來講 不用怕 因為媒體燈啊 說如果不解決這個問題 到了2000 1999那個 零時的時候 飛機 可能要摘下去啊 因為電腦出錯誤 大學的紀錄可能全部沒了 因為電腦壞了 你該畢業的不能畢業 不該畢業的畢業了 因為電腦紀錄壞了 政府要抽稅了 檔案也沒了 那個時候也有這種荒啊 所以政府撥很多款 撥款 我們學校還有小組 各個機構 國泰安公司說不用怕 我們有專門的小組對付千年蟲 所以我們保證在2001年那個 零時零分的時候 安全起飛降落 他說大家放心 送貨也不怕 送北京的一定不會送到南京 他就 結果完了以後 有人就罵傳媒啊 說傳媒言過其實啊 令我們恐慌 令我們浪費錢 要撥很多錢的喔 要成立專案小組 還要請故專人 人不夠還要家人 來防這個千年蟲 當然也有人因此發了一小笔 橫財的 怎麼發呢 香港有騙子 騙子到處都有 騙子也沒有祖國的 他怎麼騙 他去菜場 看了一個老太太 他說這位老太太啊 或者這位老先生 我看你臉色不好 你聽過千年蟲吧 我覺得你染上了千年蟲喔 不過我這裡有藥 你運氣好碰上我了 你這個藥買回去吃啊 就好 你自己買一點吃 但你也可以賣 也可以轉售 我這個藥本來要賣給張三的 張三不知道怎麼搞沒來 就賣給你好了 一粒五塊 你轉手就可以增加四倍五倍的利益 啊那個老太太老先生就去家裡把觀察本提出來 就買了那個千年蟲的藥 據說就是阿斯皮靈啦 就是什麼不值錢的藥 買了一大堆 這都是傳媒 所以傳媒報道負面 當然有一些代價 但是那個客觀的真實 我們未必永遠那麼掌握得了的 好那麼我大概講這 我給大家看幾些圖片 你可以更了解一點 很抱歉我這個 這個 視序未必完全正確 這個是1793年 英國的使團畫家的乾隆皇帝 你幻想一下吧 他的鼻子比較尖的 我主要講就是當 我們去理解外國的時候 常常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的 外國人畫中國畫的 他是畫的像洋人 他的鼻子是尖的 比較像洋人 這個是另外一個來源的 這個是一百多年前的 在美國舊金山這邊有雜誌啊 刊物裡面等等 他當時有一些排華的心理 說華工啊 中國工人其實美國修那個 越太平洋水 中國修 華工呢 對不起不是你們那個 華工啊 將來中國工人會佔據美國 白工裡面做官的就變成中國人 這是白工的官員 這個背景有一個這個地方是美國國會大廈 那個 所以美國的將來 如果不管制中國人進口的話呢 會變成 美國的天下會變成中國人的 7月4號是美國國慶 遊行 坐在馬車上的都是中國人 總統 在街上維持持序的警察 那都是美國人 都是白人 這倒回來啦 所以它是一種恐懼 一種 其實這個非常普遍 香港 我不知道內地外勞多不多 外勞沒有 民工有 當我們經濟好 需要廉價勞工 民工太好了 民工對我們建設很有幫助 當我們經濟不好 失業的時候 為什麼要用那麼多民工 香港一樣 為什麼要用那麼多外勞 找自己人找不到事業 找不到工作 為什麼要用外國人 因為香港有很多菲律賓的工人 有很多泰國工人 印尼工人 他自然的一種心理 我在澳大利亞做事 澳大利亞在90年代的時候 它的失業率很高 百分之十一點幾 降一點就是新聞 好高興 那個事就有排外的心理 說我們移民太多了 經濟好了 不提 希望用廉價勞工 因為移民多半比較慘 這個開的工資比較低 這就是剛剛我第一張圖 從這本書裡面來的 你看這個 這個筆子是尖的 他在賣檳榔 賣檳榔 這個是檳榔爺爺 檳榔叔叔 如果你去台灣叫檳榔西施 賣檳榔 台灣那個高速公路旁邊 聽說很多賣檳榔的人 是檳榔西施 這是他們自己叫的 穿的衣服用的布料都不是太多的 就叫檳榔西施 你再看你看 他這個也是個洋人的 一個外國人畫的這個 中國人的一個碼頭的一個 挑戶一個一個牢戶 你看他的鼻子也是尖尖的 你要不看這個衣服就是個外國人 我想早期很多看都是 形象具象的從自己心裡看 抽象的東西 政治事物 我們講外交影響我們的形象 也是從自己的角度出發的 所以當美國看中國是Red China的時候 是Common China 是殘暴 是落後的時候 中國看美國也差不多 把它倒回來 五十年代 我們說朝鮮戰爭 中國對美國形象也不好 沒見你們 漫畫電影裡面都是負面的 日本 你再看 這是一個母親帶了一個小孩 你看後面這個字 這是中文字的 到現在為止 有漫畫家畫到中國的時候 他故意寫幾個中文 表示不同的文化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迪士尼拍的這個 這個 木蘭 花木蘭 花木蘭裡面有幾個中文字 大概就跟這個也差不多 他不會寫的 但也就表示了 就是說你對外國有一些東西 我們真的完全不清楚就寫錯了 英文一樣啊 香港有些 有一次有個砸的燈 說snack shop s-n-a-c-k snack snack snack是小吃 他拼錯了 變成snake 就是蛇 他拼錯了 外國人看了就好有一次snack shop 本來想去snack 趕快回頭 因為他寫的是snake 就是蛇了 一樣的 我們都可能犯錯的 這都是這本書裡面來的 一百多年前的中國人的形象是不好的 非常負面 有人研究過 很多人研究電影裡面的華人的形象 早期不管是好萊塢拍的電影 早期根本很少中國人拍的電影 賣到外國去 好萊塢拍的電影裡面 中國人的形象很多都是負面 常常弄一六鬍子的 就像 這裡有沒有鬍子 就像這個八字鬍子的樣子 這個有一點鬍子 這個好像有一點鬍子 這個眼睛 瞇瞇眼 你們看不見 想像一下我的眼睛就知道了 是瞇瞇眼的 中國人的眼睛 不是那麼好看的 雙眼皮的也比較少 外國畫漫畫大概都要這樣畫 來 漫畫一定是誇大的 但這個以前都是插圖嗎 這是中國移民從碼頭上來了 中國移民 這是那個封面 這三個華僑他們編的 把那個老的雜誌弄出來了 好這個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這是外國人的刻板印象裡面 美國刻板印象裡面的 這個中國的工人 在幹嘛 燙衣服 你們大概沒有見過這種運斗 他這個運斗 以前運斗是燒炭的 當然沒有電 我小時候都用過的 早期的中國 在美國的在北美洲的工人的確多 一直到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以後 科學家教授才開始多了 現在教授就更多 當國內改革開放出去讀書的 很多就留下來沒回國的 在海外幾乎很難在一個像樣的大學裡面 找不到中國教授 差不多 各樣的戲都有中國教授 這個形象當然也就不同了 親生的的確都是如此 以前就是這樣形象 好萊塢一直到五六十年代的電影 裡面的華人大概都是做工的 家庭用人 家庭用人 其實這個是一個 所以人家說中國人是開洗衣店 最早是開洗衣店 有人說誰發現美洲啊 讀書都說 哥倫布發現美洲 其實這是一個西方的史觀 美洲不要你發現 美洲一天到晚都在那裡 中國人都喜歡稱第一說 中國人發現美洲 但是我們沒留下來 為什麼沒留下來呢 因為最早到了這個美洲的人 望遠鏡一看 印第安人沒穿衣服 沒穿衣服 就沒衣服可洗了吧 走回去吧 所以我們就沒留下來 好這個 各位可以反映到 這個是第九都是如此 國與國之間有利益衝突的時候 就會往壞處想 當時也是因為華工人太多 搶了美國人犯了 而且覺得中國人到時候 這個來會有很多槍話 這不是很清楚 有槍有沒有 原件也不是太清楚 我拍的就更不清楚了 這兩條龍 中國人喜歡用的圖騰 就是龍 龍在中國的文化裡面是正面的 是權威 是威夷 是皇帝 西方正好相反 西方到現在畫漫畫 都用龍代表中國 西方文化裡面的龍是噴火 這個噴火是 會去燒民間的民居 破壞財產 所以要屠龍 要屠龍 所以中國的這個龍 這個東西方文化正好是相反 這是吸鴉片 吸鴉片 二三十年代 外國這個對中國這個形象 最不好就是吸毒 吸鴉片 吸鴉片就是很嚴重 我父親也告訴說 宜昌 他做學生也是 鴉片館很多 這大概都是三十年代的事情了 三十年 一九三零年四零年的左右 但是中國鴉片館太多 鴉片館當然對我們身體是很不好 這個幹嘛 賭博 賭博也是中國人一個負面的形象 以前有現在都還有 你知道澳門賭場哪裡去的人賭博人最多 內地 內地去的賭博的人多 有人統計過 華南周邊的賭場有一百多家 所謂華南周邊包括澳門 香港沒有賭場 泰國這邊柬埔寨的一環 那裡面顧客多的比較是中國人 現在很多大城都有賭場 我住在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 就Brisbane 有人翻布里斯本 有一個賭場開幕 他們就查電話部看有中國人名字的 都給你一個貴賓卡 知道你喜歡賭 就這個形象也是不好 這個形象也是不好 好這個是貿易 我剛剛不是講那個形象影響的因素很大嗎 政治經濟等等都有關係 這是貿易的 中國人搶了他們的生意 他這個原來叫做 How about our boys 我們美國的青少年怎麼辦 美國青少年站在外面 你沒事做 中國人是什麼都做 你看他多少手 又是刷子又是什麼鋸子 什麼名堂都有 又是錘子 什麼都做 就搶人家飯碗嘛 搶人家飯碗 所以現在你看也是貿易糾紛啊 貿易糾紛 搶飯碗就業 就業 他真的是 又燙衣服 他說How about our boys 那我們的青少年怎麼辦 站在旁邊沒有事做了 失業了 這個一樣 他這個手也是什麼都做 搶了生意 還有一個形象就是辯子 早期的電影裡面 中國人都有辯子 這個當然到了五六十年代就沒了 這個是新的了 這是九三年 克林頓當總統的時候 克林頓戴了一頂中國的草帽 這個戴草帽也是常常西方的傳媒 用來畫漫畫的時候表現 來代表中國的 所謂來象征中國 象征東方的 這個是因為克林頓有政策 如果對中國有利 那就諷刺他 好像你變成一個中國人 其實這個 跟一百多年前是類似的 那個女士是他太太 Hillary 我們不喜歡的人 就把他妖魔化 我們以前妖魔化日本 妖魔化美國 美國也妖魔化我們 這是南美洲 韋瑞瑞拉 有人示威反對 不行 就把他跟誰比 跟希特勒 這個符號是Hitler 是魔鬼 他這個頭上畫這個都是魔鬼 有人說今年西方 迷信的說今年很恐怖 今年有三個六 西方文化三個六不好 廣東人最喜歡三個六 六廣東話 這裡有廣東同學 叫lowlowlow lowlow就撈錢 可以賺很多錢 666在西方文化是魔鬼的化身 說今年是2006年6月6日 那這個糟糕啊 那一天是很不好的 我相信那個時候 有一個電影會再重演 叫做Omen Omen就是胸罩 不好的罩罩頭啊 胸罩那個主角 就是頭上有666 一個兒子把他爸爸也整死了 把這個東西 還有最後一個鏡頭是他脫胎 脫到了總統的兒子去了 所以他就準備有續集 有胸罩一胸罩二 那這個就是你把敵人都是看成妖魔鬼怪 這個也是 不許 嗜血愛錢 腦袋裡面是美操 嘴巴是獠牙是鬼罵 這是最近 他這裡寫的是The Real Clash of Civilizations 講這個胡錦濤去美國訪問 中美雙方有許許多多的旗艦 The Real Clash 大家都知道93年96年 美國哈佛一個叫做Huntington 寫了一本書 起初是一篇文章 還有一本書 叫做文明的衝突 Clash of Civilizations 基督教文明 佛教儒家 然後跟阿拉伯的這個伊斯蘭教 可能會有衝突的 那這裡的講的是什麼呢 是中國有一些跟美國之間 有許許多多的利害關係的衝突 貿易 這個入鈔中國賺美國很多錢 美國這個買很多中國東西 美國是出鈔的中國 那還有呢 人民幣要不要升值 西方都說中國人民幣這個值 應該再升值 應該再升值 那中國說我不能那麼快 不需要我們還沒到那個地步 這有意見 還有人權 人權裡面有看法 外交 外交是什麼 中國 美國希望中國在伊朗跟北韓 或者北朝鮮 關於核子武器上 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中國不是那麼明確 中國不是那麼明確 中國有中國的考量 所以大家有意見不同 所以他兩個人都板著臉的 兩個人都板著臉 所以你可以看 圖片 文字已經不能夠傳遞 完全等於真實 圖片也不一定能夠 因為圖片都是那一剎那的 就像我如果要給你看看 我太太照片 我絕不會拿它最醜的給大家看 你拿最好看的給大家看 電影明星也是一樣的 電影明星也是一樣的 這種事情都經常發生 亮太廣東話的亮就是美麗了 亮太如華 其實這個 所以有時候我們也要留意就是說 我們也受傳媒的標題影響 傳媒標題影響 他這個電影裡面有一個中國的角色 就是做用人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報紙小題大作 那我給大家看這種情形式 還是一直都可能出現的 這個就是一個電視連續劇 美國裡面的 因為中國的鞋子賣得很好 皮鞋啊 外國很多人失業 做皮鞋的事 做鞋子 球鞋啊等等 不一定是皮鞋 球鞋最多了 其實西班牙已經發生過 整個整個城暴動 燒中國店去打擊中國的鞋子 因為整個人家那個城也是做鞋子 沒生意做了 所以這個永遠會出現 這個永遠就影響當地的 那關於形象的關注 中國也有人寫過書 對外傳播學出探 作者叫做段連成 段連成已經去世了 價值連成那兩個字 段連成以前是國務院翻譯局的局長 其實他是我的學長 他是在抗戰時期在重慶讀中央政治學校 他叫新聞學院的第一屆還是第二屆畢業生 是我老師輩的人物 我曾經見過他一次 他這裡面就分析中國的形象 他當然也是建議的 他裡面講 這裡面也提到一點 我剛剛沒有講的這裡面也提到 當尼克森 美國總統尼克森 決定要在72年 訪問中國的時候 美國媒介裡面的中國形象就相當正面了 也是一夜之間轉過來 72年文革還沒有結束的 72年其實中國情況不好 但是在美國的形象裡面是田園浪漫的 大家都起腳踏車 我說這個很好很環保 我們開汽車很污染 都可以正面的講 好 那我很快來講一講怎麼辦 我想我們要反思一下 當我們問說外國人看我們不公平 外國人看東方都有一套模子 這就叫東方主義 東方主義是外國人看東方不 這不是我的詞 這是巴勒斯坦一的學者 哥倫比亞大學的教授叫薩伊德 S-A-I-D 薩伊德 內地有很多他的翻譯的書 翻成中文的 薩伊德有整本書就叫做Orientalism 東方主義 當我們批判西方看東方有東方主義的時候 我們也要反省一下 我們看西方是不是也有一套模式 我自己的看法是有的 我們一方面過去一兩百年來 我們大概一方面對西方不了解 所以有恐懼 西方因為來了中國侵略中國 所以我們又討厭又恨 又恨又愛又恐懼又討好 又罵他又喜歡他 我們有一套模式的 這當然這個又可以再講三個鐘頭了 大概我就覺得我們要反省一下 我們有類似的毛病 當然你可以不理 人家講我們壞話可以不理 你也可以反駁 其實你可以看到其實 在九十年代好多書是中國即將崩潰的 中美要立刻要大衝突 要大打一戰 中國也出一本書叫中國的世紀 China century 如果你看中國的世紀 那中國這個好得不得了 簡直是天堂 看那個數據中國第二天就要垮 實際上是很多元的 任何社會都有許許多的問題 中國也有許多的問題 有時候自己的問題自己不覺得 別人看的時候反而看到 我們自己沒看到的 這是中國人講的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孟子說的 自我批評 自己也要批評自己 自己也有問題 人家批評你也不要先生氣 他有他的因素 就我剛剛講多種因素的那個 也要習慣與人家的批評 對不對都讓人家去批評 其實這個最重要 要顧本培員 顧本培員才能夠增強自信 我看內地的電視廣告裡面 醫藥的廣告真多 如果看醫藥廣告來判斷中國 我會說中國是東亞病夫 腰又不行 腎又不行 眼睛也不好 皮膚也不好 沒有一樣好 醫藥廣告多 中醫就講顧本培員 吃藥沒用的 叫口號也沒用的 很多東西叫變好 人家嫌你崩潰 你會不會崩潰 不是因為那本書 而是因為你自己不好了 你就會崩潰 人家說你天下第一 人家可能也有別有用心不 所以自己要有一些信心 而信心不是靠口號的 我想多元文化教育很重要的 簡單說有人說 將來我們中國強大就不要學英語了 對不對 對不對 不對 美國很強大 澳大利亞也不弱 他們都學外文的 要學的 人家有時候學的比我們還好 學外文 當然有實用的意義 但還有一個實際就是 讓我們是多元的一個教育 開闊我們的眼界 我們講傳媒教育要注意這個 還要跨業職業的培訓 大學的教育傳媒這些內容 都不可以太重視職業的培訓 要超越它 多視角的新聞 什麼叫多視角的新聞 我剛剛講 新聞很多程度是受這個 消息來源的影響 消息來源 消息來源你要給它豐富話 不要老是訪問美國總統 不要老是訪問武漢市市長 這些當然重要 但要訪問一下老百姓 不要老在武昌鎮汉口最好的地方去訪問 背接雜像也要去看一看 多視角 工人也要去看看 社會也要去看看 像我自己是社會學的背景 所以我看問題不光是看領導 那個當然重要它影響我們 但我更重要是看老百姓也看一看 我就比較容易判斷這個政策 到底持久不持久了 這個永遠成立 所以你要認清楚你看到了壞事 也不必太緊張 好事不出門壞事永遠傳遷你 這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 還有你做了一件壞事 你不要人知道 人家早晚都知道 現在更厲害 動不動就給你上網 給你上了博客 那麼你自己不曉得別人曉得 很多事情是國與國之間也是的 還有多視角看世界 所以你培養了這種精神以後呢 我想我那個中國人惹誰了 湖北人惹誰了 河南人惹誰了 大概也應該有點答案了吧 我想我就講到這兒了 對不起我講的太多了 謝謝大家 我想你們還有時間問問題吧 我大概霸占了時間了 就是剛才你在演講中提到過 在有些國家只有那個負面的消息才是新聞 而在另一些國家呢 這種情況是相反的 那我先請問你一下 就是在中國現在的情況是怎樣的 還有一個就是 這種情況是否與那個社會的民主化程度有一定關係 謝謝 對不起我忽略你前面那一半 哦 就是說你剛才在演講中提到 在有些國家只有那種負面的消息才做得上新聞 而在另一些國家是相反的 那我就是說 在中國現在的情況是什麼樣的 我明白你的問題了 對不起 我聽清楚了 謝謝 很多國家是以負面新聞為主的 我想中國在新聞改革開放 在改革開放以後 在新聞改革以後 負面新聞是增加了 負面新聞是增加了 肯定的 但是呢 如果跟西方比還是少 當我們看西方的傳媒講中國很多的壞話 講中國領導人很多壞話的時候 我們可能不高興 但是不要忘了 美國傳媒裡面講他自己的領導人物的壞話 更多 更多 我們不講別的 你講克林頓 克林頓總統 當時傳媒講過他多少壞話 天天講的 天天講的 幾乎沒有一天沒有的 那中國只是在 非常重要的政策之下 我想負面新聞還是很少 領導人的負面新聞是很少的 或者是相當相當少 香港是講領導人的負面新聞是很多的 像我們的特首 其實有時候也要開放一點 你要這麼想 誰可以被全國人罵的 就是總統就是主席 副總統都不會被全國人罵 因為至少總統不罵他 誰被全校的人罵的 校長才有資格 誰被全院的人批評跟罵的是院長 誰可以被全系的人罵的是系主任 全系的系主任都可以批評他 講他 你做的對做的不好 沒有辦法都要被人家檢驗 都要被人家檢驗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今天也有問題 教授您好 就如您之前所提到的 那麼外國的公眾過去對中國 整個中國會有一種偏見 那麼即使是在現在的話 整個外國對中國的產業界 企業界 包括中國製造的產品 也會有很多的偏見 比如說低質 低價 假貓偽裂等等 那麼外國人的這樣一種印象 很明顯是非常不利於中國企業走出去的 那麼您覺得如何從傳播學的角度 來幫助中國的產業界來解決這樣一個問題呢 謝謝 我突然要改行從事國際貿易了 其實我不懂國際貿易的 但我想這種事情 在形象而言 你說讓中國的產業怎麼樣 走出去啊 走出去啊 走出去 賣到外國去 賣到外國去啊 其實不必我教了 已經賣了很多了 人家為什麼對這麼緊張啊 就是太多了嘛 但這個都是世界 潮流也在變 三十年前你去外國的百貨公司看 大概是Made in Taiwan 三十五年前四十年是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Hong Kong Made in Taiwan 慢慢Made in Taiwan 就Made in Philippines 菲律賓 然後連菲律賓原來就Made in Indone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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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de in China 什麼 Jamaica Yamaica 為什麼 這個地方的工資越來越貴了 他就往那個工資低的地方去 我講紡織品 現在呢 過去十幾年都是Made in China 大部分都是Made in China 你去美國的 一些連鎖的百貨公司 像Sears JC Penney 澳大利亞一樣 從高檔次的服裝到低檔次 那個遊客區賣給遊客的三塊錢五塊錢一件的T-shirt 打印了當地的風景圖案等等的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國的 大概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中國的 那你中國如果是外國做衣服的 我心裡一定不是太開心 我沒有生意了 當然我面對一個競爭就是我要做更高檔次的 我要賣名牌賣一件就賺回來 否則我這個貿易逆差就永遠有不平衡的現象產生 所以我覺得中國的貨品你要說走出去 不必我交了真的 已經走出去太多了 所以外國人才緊張嘛 這樣說是這樣的 因為您剛才也講了包括紡織品啊 一些鞋子之類 但是這些就總部來源都屬於比較低值低價的很便宜的 對 但是現在中國情況是我們也要在很多比如說高科技行業啊 對 對 對 但是國外人對中國現在產業的目的印象已經進了 對 對 如果我們要賣出高產品比較有高產品 的話我們就必須改變外國人對我們的這樣一種看法 對 那麼從企業角度上講 您認為應該如何利用傳媒這種工具來改變外國人形象呢 好 我想是這樣 傳播或者形象工作 永遠是配角 主角永遠是那個真實 你今天的產品好了 你要記住一句話 英語 外國人一句話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你不可能說我今天設計一個產品 我是哪怕你是天下第一 你都不可能指望下個月就可以銷到全世界 或者下兩個月就銷到整個中國都不可能 需要一段時間 你要來證明你的產品的品質 而不可否認外國人家用了比較長時間證明他們產品的品質 所以我們說買照相機買日本貨 買光學產品買德國貨 汽車日本做得好 汽車 日本汽車也不是一天打下來天下的 以前的汽車都是美國汽車 但到了八九十年代以後 慢慢日本汽車已經比美國銷售好 為什麼 他有時間證明他的產品的品質好 不可能一天達到 一定需要一點時間 中國的產品形象不好是事實 但是也變 我的女兒用的電視機就是康家 她說很好 我也相信她不會騙我 我去她家看品質也不錯 而且便宜 會變 現在香港慢慢也知道說康家品牌還不錯 海爾還不錯 已經慢慢出來了 海爾還不錯 還有一個叫什麼 有一個做電風扇 香港就翻成美的 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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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叫什麼 Media 是吧 相當不錯啊 因為這不是我外行人 我家裡沒有這個產品 消費者委員會做的調查 是科學家測試的 說美的這個電池 電風扇等等 又便宜又好 他比日本貨幣怎麼好 當然不是每個人看得到這個 因為媒介也轉刊的 因為他是出月刊 他有一個月刊 選擇月刊 當這種他做了調查以後 報紙就會轉燈 晚間新聞就會播 幾次以後人家說美的好 下次買電風扇我就買美的了 因為我現在有嘛 我就不必說把它扔掉 那也犯不著 我下次換可能就換個美的了 我電視要換可能就換個康家了 因為他又便宜又好 為什麼不買 所以他需要一段時間 時間到了你這個品牌做的好 自動就出去了 如果你還是人家一買 就壞了 人家說 China是不好 台灣也是 台灣 台灣叫做MIT Made in Taiwan 台灣有些產品形象就不好 人家說這是Made in Taiwan Oh I know 下門不好講 就是不好的意思 但台灣電腦做的不錯 電腦產品很好 鍵盤電腦市場佔有量很大 它的晶體 這個晶片很厲害 它已經品牌打出來了 但是打了幾十年 沒有40年 肯定有30幾年 它也是一步一步 剛開始人家也瞧不起 哦Made in Taiwan 不要 很簡單 有沒有回答你的問題 謝謝 老師你好 我想問一個問題 首先就是 在我們現在這個媒介 高度發達的今天 我們是其實生活在一個 由媒介信息所組成的一個社會 我們是被動地接受信息的 那麼你覺得 我們是離真實真相更近了 還是離真相其實更遠了 然後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知道那個清衛大學 傳播學院是很有名的 我想請您介紹 第二個問題要我介紹我們學校是吧 這個比較容易答我先答 其實我們學院創辦是有三十多年 我們1968年 1968年我們是叫傳理系 我們這名字也蠻怪的 傳理 很多人都問我 你們是不是傳播基督的道理 因為我們學校在過去的確是一個教會學校 因為禁會是教會的 美國還有一個教派就叫做禁信會 英文就是Baptist Baptist禁會 當然我們那個當時的創辦人呢 就是說物有物理 心有心理 地有地理 傳 當然就有傳的道理 所以我們叫傳理系 我們在91年成立了學院 變成學院 那我們有三個系 一個是影視 就電影 電視 那麼電影 電視我們有本科生 也有碩士生 還有一個系就是傳統的新聞系 這個新聞系 新聞系我們有一部分就叫國際新聞 它比較重視英語教學 還有一個廣播新聞 還有一個中文新聞 那其實它有很多基礎課程是一致的 那同樣它也有本科生跟研究生 再來我們有一個傳播系 傳播系呢 我們有三個專業 一個呢 叫做數碼圖像傳播 數碼圖像傳播 其實就是數字 內地叫數字 Digital Graphic Communication Digital Graphic Communication 就是設計 設計 平面設計跟動畫 跟動畫 這個比較新 這個94年 94年才開始遭第一半生 所以新也有12年 又有12年 那麼還有一個叫做 組織傳播 組織傳播 Organization Organizational Organizational Commission 組織傳播學什麼呢 學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學傳播的心理 學跨文化的傳播 學處理危機 Crisis Management 學形象 這都是他們的重點 那還有一個專業呢 就是廣告跟公共關係 廣告跟公共關係 也是一個專業 廣告跟公共關係 大家很容易理解了 那我們有共同的學科 我們的研究生有兩種 一種是在英國制度 因為香港也是英國人影響 所以它是成績英國的傳統 一種叫做研究型等 研究型的名額是非常的少 在我們學院只有15名 所謂15名是什麼 是總數十五 並不是一年收十五 總數十五 但這十五名全部有獎學金的 是政府撥款 我們畢業一個才能填一個 畢業一個填一個 至少到我離開的時候 還是這樣管理的 因為政府有錢給這個獎金 這獎金足夠他吃 他交學費 他住宿舍 還包括看電影 都買書大概都夠了 只要你不奢侈 天天去什麼三星五星的酒店 吃東西那肯定是夠了的 但這個名額是極少 要畢業一個再填一個 那還有一種類型的就是 我們自負盈虧的碩士班 沒有博士 沒有博士 這個名額就不屑 我們只看品質 不看沒有總數說 收到幾個就停了 我們現在大概有一百多個 有一百多位是自負盈虧的碩士班 那這個文科碩士 還有一個叫做這個藝術碩士 藝術碩士就是影視系 影視系要讀三年 他們重點是製作 可能動畫 可能紀錄片啊 可能劇情片啊 那我們影視系也很活躍 影視系他們已經辦了好幾屆的 華人大學生的錄像跟電影 這種比賽已經辦了好幾屆了 越辦規模越大 本來就是我們辦 後來跟內地的電影學院 北京電影學院合作 現在又兩岸四地啊 弄得規模蠻大的 我說很好 這將來希望我們變成 華人社會大學生的奧斯卡 很難說的 沒有一個學校 沒有一種比賽 第一部第一屆都辦得是十全十美 需要一段時間改善的 所以這個是影視系 那其他我們還有什麼 有新聞的碩士 有媒介研究的碩士 還有一個我們叫做 綜合傳播管理 綜合傳播管理就是 學傳播的理論 讓你能夠了解 怎麼利用傳播 幫助你從事機構的管理 從事對媒介的關係 這也有一個碩士 這個都是文科碩士 我們還有一個媒介管理的碩士 媒介管理碩士 是今年一月才開始的 今年一月才開始 大概就如此 這是第二號 第一你問到我說 現在我們都要靠傳媒 來瞭解真相 到底是我們距離真實 越近呢還是越遠呢 這個問題真的是不容易回答 這個真的是不容易回答 我自己的感覺 因社會制度而有所不同 但是當一個傳媒是開放的時候 我相信是距離真實比較近 比較近 但是呢 對於我們接受傳媒的人 我們的負擔會很重 我們要加以判斷 加以判斷 為什麼這麼講呢 因為太多傳媒了 信息五花八門 他們常常也矛盾 到底聽誰的 到底信誰的 因為多了一 時間一久以後 你自然而然就有一套判斷的標準 當你得到這個判斷標準以後呢 你就比較容易接近真實 我講一句 如果傳媒不爭氣 有時候是因為政治的關係 有時候也因為是商業的關係 商業化市場化 傳媒也可能做不好的事情 傳媒為了競爭 常常花眾取寵 常常騙人 也有的 也有的 前年 今年06 04年台灣選總統 陳水扁不是打了兩槍嗎 我在台北 我去看他們開票 幾個電 四個電視螢幕 開票的數目通通是假的 每個都不一樣 照道理講 開票應該是真的吧 他是說我是假 我是我們記者 各地記者報來的數目 我們把它加起來 大家只要不要超過那個投票人的總數 保持一段距離 他要表現 他比你那個電視台快一分鐘 或者快一秒鐘 他知道的更多 大家做假 但大家都知道他做假 你這個假就沒用了 這當然是不好的 所以政治跟經濟都可能影響 傳媒的操作的 但整體而言 我認為是更接近一點真實 但是我們的負擔比較重 那過去可能媒介很少 一個媒體說了 你說是不是就一定跟接近真實呢 我看也很難說 也很難說 只是我們有時候 以為我們接近 我們有時候 你會看到 那我就會看到 那些人 致命 也就是 你會看到 我會看到 我會看到 你趁郭